大家好 欢迎来到智慧书谷 祝大家愉快地聆听每一期的读书内容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是《人性的因素》 作者是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 中国读者或许对格林比较陌生 但他在西方享有盛名 他曾提名诺贝尔文学奖21次 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 马尔克斯是他的忠实粉丝 除了文学成就 他的人生经历也很传奇 他是二战经历者 曾经为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工作 也就是说 格林除了是一位作家 还是一位儒假包换的间谍 而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人性的因素》 恰恰就是一本间谍小说 按格林自己的话说 这是一部没有常规暴力的间谍小说 因为他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 看到的英国特工生活 像其他平庸而枯燥的职业一样 没有电影里的刺激探险 蛇心美人和个人英雄主义 有的只是朝九晚五 处理不完的文件和日常职业倦怠 所以这部作品首先能帮你去除影视剧里的夸张成分 带你了解一个贴紧现实的间谍职业 好 更进一步 格林作为一位文学大师 不可能只给你看英国特工的流水账 他还要通过刻画人物 带你领略人性的复杂命运的荒谬 我们知道 间谍日常再如何平庸 终归是一种特殊职业 很多时候 置身其中的人 要在国家利益与个人情感之间 在亲情 爱情 友情之间做出取舍 在这些时刻 间谍这一职业就成为人性的放大精 那些艰难的 层出不穷的人性考验 往往就会使人滑向命运的深渊 所以格林把这本书命名为 人性的因素 就是希望你能通过这个间谍故事 更洞察人性 思考人性 理解人性 进而成为更好的自己 那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这个看字平庸 却暗藏汹涌的故事 一开始 主人公们就陷入了一场信任危机 英国情报部门的6A分部 最近发生了一次情报泄漏事件 这一天 情报部门负责人 哈格里维斯爵士 组织了一场打猎 管理层都来参加 显然 打猎活动本身就有强烈的象征色彩 打猎 就是捕捉并猎杀目标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聚餐以后 一场情报管理层的碰头会 就在看似散漫的闲聊中开始的 爵士问在场的人 泄漏事件该怎么处理 处理一般分热处理和冷处理两种 所谓热处理就是大张旗鼓 通过最高级别的安全检查 借助特别小组的跟踪 监听 把泄密者揪出来 然后上法庭公开审判 另一种冷处理就是 家丑不可外扬 偷偷把人查出来 然后把它调到无关紧要的部门 大家心照不宣 把这件事忘掉 爵士不喜欢热处理 大张旗鼓很容易打草惊蛇 导致泄密者叛逃 当时正处在冷战时期 如果英国特工叛逃到莫斯科 召开新闻发布会 那将是一桩政治仇犯 同理 如果逮捕了他 法庭公开审理 在媒体的大肆报道下 英国情报部门同样会蒙受吃住 因此爵士倾向于冷处理 不过只是把人调走 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 也太便宜这个叛徒了 所以爵士给出的解决方法是 暗杀 情报部门可以释放一条假情报 然后紧盯着嫌疑人 谁有问题就把它秘密解决掉 泄密的部门只有两个职员 一个是60多岁的卡瑟尔 已经有30多年功龄 是大家眼中可靠的老员工 另一个是卡瑟尔的助手戴维斯 为人比较年轻浮躁 喜欢喝酒工作马虎 大家对他印象一般 这就是此次情报泄露的两大嫌疑人 不久之后 他们其中之一将死于爵士策划的暗杀 在这一部分 我们能看到作者对于官僚体制的批判 一次情报泄露事件 本来完全可以通过合法手段处理 但因为人性黑暗面作祟 官僚们为了个人的政治虚荣心 宁可用非法手段去解决问题 而这也为故事的后续走向 埋下了伏笔 在伏笔揭晓前 我们再来讲细介绍一下 两位嫌疑人 他们这组搭配 其实很像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职场人形象 老员工卡瑟尔比较成熟稳重 他有个三口之家 有个温柔的妻子 可爱的儿子和一条友好的大狗 尽管家里单位比较远 每天回家既要乘火车 又要骑自行车 但他每天总能二十到家 小桌两杯之后 就和妻儿一起吃晚饭 他的助手戴维斯 则很像那些出入职场的年轻人 对日常堆积如山的工作坟荡 感到厌烦 总是寻求生活的刺激 经常喝酒喝得鸣鼎大醉 上班也总是迟到 他对结婚嗤之以鼻 却渴望恋爱 一直在追求单位里 一位漂亮的女同事 在一次突击检查中 戴维斯曾违规把一份文件 带出办公室 因此遭到了上级的警告 显然 如果两个人中 一定有一个泄密者 戴维斯更容易遭受怀疑 戴维斯和卡瑟尔私交不错 虽然两个人是上下级关系 但戴维斯总和卡瑟尔开玩笑 甚至管卡瑟尔的儿子 叫小杂种 他对工作有牢骚 也会毫无保留地 向卡瑟尔抱怨 某一天 戴维斯突然邀请卡瑟尔 去市中心逛逛 他们准备一起吃晚饭 再看一场脱衣物 不过 戴维斯邀请的不止卡瑟尔一个 还有部门里的医生 前一天 医生刚征询了戴维斯的意见 想给他做一次体检 当然 这位医生 不会无缘无故给别人做体检 事实上 他是哈格里维斯爵士的亲戚 上一次打猎后 他就得到爵士的授权 负责摸牌泄密协议人的情况 在医生心里 戴维斯更可能是那个泄密者 所以 这次同事聚会 就带有强烈的试探色彩 三个人一边看脱衣物 一边闲聊 医生喜欢钓鱼 就讲了一些钓鱼的事情 他说 自己最爱钓尊鱼和合尊 虽然钓这两种鱼都不容易 但他就享受这种和猎物斗争的感觉 这里实际上又是一语双关 医生和这俩协议人 恰恰就像是渔夫和猎物的关系 医生即将抛出诱饵 然后 看看 谁会上钩 在后面的谈话中 医生有意无意透露了一个信息 他说 在波顿的国防科技实验室 英国有一项新研究 大大领先于美国人 虽然是闲聊 但是我们比戴维斯清楚 这实际上就是爵士指示的 放给嫌疑人的假消息 这说明爵士和医生的 清除嫌疑人计划 已经开始推进了 几天后的某个上午 戴维斯突然换了一身 花质招展的衣服 在办公室里 他向卡瑟尔请假 希望十一点左右 能提前下班 谎称是开牙医 实际是去和美女约会 卡瑟尔是个老好人 同意替戴维斯遮掩 巧的是 戴维斯刚走 上级的电话就来了 要求立刻见到戴维斯 要他参加一个会议 卡瑟尔只好撒谎 说他无法参会 因为突然牙疼去看医生了 却没想到 就是戴维斯的这一次矿工 彻底给他宣判了死刑 矿工事件之后 医生秘密向 哈格里维斯爵士报告 他确信 戴维斯就是那个泄密者 他的理由有三个 第一 戴维斯酗酒越来越严重 这表明他精神紧张 干了亏心事 才需要酒精的麻醉 第二 他曾违规把一份文件 带出办公室 这可能就是 他一贯的泄密方法 第三 有一天他矿工了 号称是去看牙医 但实际上 他的牙齿没有问题 在戴维斯矿工后不久 布里又发生了情报泄密 凭借这三点 医生认为泄密者 就是戴维斯 哈格里维斯爵士 和你的看法一样 也觉得这三个理由 未免牵强 最起码 医生之前 故意释放的波顿 新研究的假消息 其实还没有结果 不过 这些干间谍工作的人 有时候不太相信证据 多数时候 也来不及建立 完整的证据链 他们往往更相信 自己的直觉 于是 他们开始商量 怎么暗杀此人 医生说 他有个绝妙的点子 花生变质时 会产生黄曲霉毒素 这种物质 能杀死肝细胞 用这种东西杀人 尸体只会显示 肝脏坏死 没有其他征兆 正好 戴维斯 是好喝酒 而酒 往往伤肝 用黄曲霉毒素 杀戴维斯 堪称 神不知鬼不觉 就在绝世 和医生 密谋杀人的同时 戴维斯 也冒出 许多不好的预感 他主动去找 卡斯尔 说感觉自己 最近被盯烧了 卡斯尔告诉他 部门最近 确实有点异样 可能有情报泄露了 上级 在对他们这些员工 进行内部调查 他劝戴维斯 耐心一点 等调查结束 一切就恢复正常了 又过了几天 卡斯尔去单位上班 突然听说 戴维斯生病了 经过询问得知 前一晚 戴维斯刚和医生 喝了一顿大酒 估计是宿醉导致的 也有可能 得了肝硬化 结果到了周末 就传来了 戴维斯在家中 暴毙的消息 卡斯尔赶忙来到现场 看见医生 带着特别行动小组 正在搜查 卡斯尔有点生气 问这些人在干什么 医生说 只是例行检查 卡斯尔问戴维斯的死因 医生信誓旦旦地说 肯定是酗酒 导致的肝碎伤 卡斯尔此时 明白了一切 他没再多费唇舌 只是想 戴维斯至少摆脱了解释 在这个令人窒息的 国家机器中 他获得了解脱 其实此刻 卡斯尔比谁都清楚 戴维斯是被误杀的 换句话说 戴维斯绝对不是泄密者 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卡斯尔自己 才是那个泄密者 这个事情 还要从七年前说起 那时 卡斯尔被外派到 非洲搞情报工作 偶然间 遇见了一位非洲姑娘 萨拉 两个人迅速追逐了爱河 萨拉还一度成为 卡斯尔的联络人 协助他一起搞情报 不过 当地有一套特殊的 种族隔离法律 白人和黑人恋爱 相当于触犯了 种族关系法 当地的官员 穆勒就以此为由头 想把萨拉关进监狱 幸好共产党员卡森 帮了他们一把 及时帮萨拉脱离了前进 这才让卡斯尔和萨拉 顺利回到英国 并劫肥夫妻 卡斯尔爱乌其乌 他深爱着萨拉 所以对卡森的帮助 无比感激 卡森也没客气 很快就派人来传话 希望日后卡斯尔 能提供一些情报帮助 此时 卡斯尔就来到了 一个岔路口商 于公而言 当时是美苏冷战时期 英国身在资本主义阵营 和苏联共产党 是妥妥的敌对关系 卡斯尔身为英方的情报人员 应该拒绝卡森 但从个人情感的角度 他和卡森是朋友 他欣赏卡森 同时卡森还有恩于自己的妻子 这个人情不还 也过意不去 最终 还是卡斯尔对妻子的爱 战胜了他对本职工作的忠诚 他决心帮助卡森 就此 卡斯尔成了一名双料间谍 好 故事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小节 回顾前面的情节 你会发现 每一次转折 其实都是人性在起作用 医生因为自己的残忍 试杀与偏执自负 把戴维斯误杀了 而这起情报泄漏事件 本可以用正常的调查取证 和公开审理解决 如果那样做 基于现有的模糊证据 戴维斯也不会死 卡斯尔虽然认为 个体情感大于国家利益 但他明知戴维斯是清白的 依然眼睁睁看着戴维斯 成了自己的替死鬼 始终没有做出有效的干预 这说明他的内心也是复杂矛盾的 好 现在我们输归正传 继续来讲卡斯尔的故事 刚才我们提到 卡斯尔七年前在非洲外派时 曾与一名叫穆勒的官员 发生冲突 差点他就把卡斯尔的妻子 扣在监狱里了 为这件事 卡斯尔一直有点愤愤不平 可好巧不巧 穆勒最近要造访英国 来与英国情报机构谈合作事宜 部门领导居然把接待他的任务 派给了卡斯尔 理由是卡斯尔经验丰富 并且非洲事务本来就是 卡斯尔的业务范围 卡斯尔拒绝无果 只好接受 双方把第一次接待的会面地点 定在了卡斯尔家里 会面那天 双方先是干了几杯 一起用笑谈的口吻回忆了过往 算是表面上实现了兵士前嫌 卡斯尔的妻子萨拉 也出来和穆勒见了一面 穆勒赞美了萨拉的美貌 还给他带了礼品 晚餐结束后 卡斯尔问起了卡森的境况 穆勒说 卡森已经死在了监狱里 死因是肺炎 这让卡斯尔不由地联想到 死于肝硬化的戴维斯 卡森真的死于肺炎吗 他不知道 过了几天 卡斯尔开始正式 与穆勒谈合作事宜 这次合作名为 瑞摩斯大叔计划 主要内容是美国人 打算在非洲部署核武器 此举需要得到英国 和穆勒代表的 非洲政权双方的支持 核武器有多可怕 卡斯尔是知道的 毕竟当时距离美国 轰炸广岛长崎 还没过去多久 卡斯尔的脑袋里 甚至能想象到届时 非洲一片废墟 核辐射弥漫 死寂遍布的惨状 此刻 卡斯尔再次来到了 命运的岔路口 戴维斯被杀以后 卡斯尔已经给苏联共产党 发去了最后一封情报 表示今后不能再提供 间谍服务了 原因很简单 这个分布 一共两个嫌疑人 戴维斯已经当了替死鬼 如果今后再有情报泄漏 那卡斯尔百分百会暴露身份 如果就此静默 戴维斯是内鬼的身份 就算坐实了 卡斯尔这个真双料间谍 反而变得更加安全 不过 瑞摩斯大叔这个情报 实在太重要了 一想到非洲可能遭受核灾难 卡斯尔就于心不忍 他自己虽然是个英国白人 但他深爱自己的妻子 他们曾缔结山盟海誓 互相约定 虽然夫妻两个肤色不同 种族不同 但妻子的族人 就是卡斯尔的族人 他爱妻子 爱乌及乌 所以他也爱妻子身后的一切 他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 设下了种种可能性 最终为了心中的大爱 他还是决定做认为他正确的事 他要再传第一次情报 把瑞摩斯大叔计划 曝光在世人面前 这个决定是非常艰难的 这意味着他原本平静的生活 都会被打破 他自己是生是死也未可知 相比这些 更让他觉得苦闷的是 他一肚子心事 在偌大的英国 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的确 一个正经的特工 已经受到若干保密条令的约束了 何况他还是个游走在悬崖边缘的双料间谍 亲情 爱情 友情 似乎一遭遇间谍这两个字 就变得隔膜起来 他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走 他去了书店 去了电话亭 去了教堂忏悔室 然而他找不到任何可以交谈的对象 兜兜转转 莫可奈何 他只好又回到自己的家里 妻子萨拉其实早看出卡斯尔的异常了 他曾要求卡斯尔和他说说发生了什么 也曾主张全家搬走 离开英国 去一个没有种族歧视 没有情报机构 没有尔虞我诈的地方 不过卡斯尔始终言辞闪烁 没敢吐入真相 直到今晚 卡斯尔的内心实在太压抑了 他感觉自己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 终于喝下一杯威士忌后 他把自己全部的秘密 向自己的枕边人和盘拖出 他从卡森讲起 袒露了自己双面间谍的身份 他告诉妻子 萨拉 我的罪够得上判终身监禁了 萨拉出奇地冷静 他告诉卡斯尔 不管你是间谍还是叛徒 我都毫不在乎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国家 这个国家由卡斯尔 萨拉和孩子组成 在这里 卡斯尔从没有背叛 这个只属于他们三口人的国家 这份来自家庭的深沉的爱 让卡斯尔的精神得到极大的抚慰 他们在卧室里度过了一个 踏实幸福的夜晚 第二天 卡斯尔开始飞语筹谋 为自己的家庭安排退路 他首先环顾了家里的大小物件 确认不存在某些泄露身份的证据后 开始安排妻儿 他要求萨拉带着孩子回奶奶家赞币 如果奶奶问其理由 就说他们夫妻之间吵架了 他向萨拉承诺 假如没有东窗事发 他们很快就会团聚 萨拉和孩子走后 家里变得空空荡荡 只剩下卡斯尔和一条大狗 他即使一点把握也没有 甚至想到用自杀的方式一了百了 正当他犹豫惊慌之际 突然门铃响了 果然该来的还是要来 他单位里的领导亲自登门 显然这是来摸底的 为什么卡斯尔又遭到怀疑了呢 原来并不是因为瑞摩斯大叔计划的泄露被发现了 而是那个卡斯尔一家的宿敌 前两天来访的穆勒在背后捣鬼 之前穆勒跟卡斯尔谈完合作事宜 转头就去拜访了哈格里菲斯爵士 他告诉爵士 卡斯尔这个人很可疑 他也有三个理由 第一 卡斯尔在谈话中很关心卡森 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但卡森是共产党 是莫斯科的人 第二 卡斯尔的妻子是黑人 而瑞摩斯大叔就是针对黑人的计划 卡斯尔的婚姻关系很可能导致他便捷 第三 还是直觉 干他们这一行 直觉太重要了 很多时候能救命的正是直觉 而穆勒的直觉就是 卡斯尔怎么看 怎么想叛徒 他的说辞再次引起了哈格里维斯爵士的重视 毕竟现在是合作的关键时期 有任何风险都应该及时规避 于是他就派遣了卡斯尔的直属领导 去卡斯尔的家里一探究竟 萨拉和孩子都不在 首先引发了这位领导的怀疑 接着 他们聊到了戴维斯 卡斯尔说戴维斯不是叛徒 也从没有泄露过任何情报 因为戴维斯当叛徒没有动机 他既不太在乎钱 也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倾向 所以他觉得戴维斯的事 应该是单位弄错了 两个人聊完以后 这位领导就去给绝世的亲信 那位杀害了戴维斯的冷血医生打了电话 他直接了当告诉对方 你杀错人了 戴维斯是无罪的 卡斯尔才是真正的内鬼 理由是卡斯尔的家人已经逃走 并且卡斯尔坚持戴维斯是冤枉的 那么有问题的人一定是他 这时候卡斯尔的家里迎来了今天的第二位客人 他开门一看 发现是他常去的那家书店的老板 书店老板是个老头 平时攻着背很不起眼 但他表明身份后 卡斯尔很是吃了一惊 这个老头原来是苏联共产党 这几年一直在监视着卡斯尔的一举一动 现在卡斯尔有难了 他就受上级指派 启用了一条安全路线 准备帮助卡斯尔逃亡到莫斯科 现在只剩下唯一的问题了 狗怎么办 这条大狗就像这个三口之家的边外成员一样 尤其是卡斯尔的儿子 非常喜欢与他玩耍 就算去了奶奶家 也要打电话回来 问问卡斯尔有没有喂狗 书店老板问卡斯尔打算怎么处理 卡斯尔说 或许可以托付给兽医 或者把他留在家里 结果都被书店老板否了 托付给别人容易走漏消息 留在家里他容易汪汪乱叫 一旦邻居报警 他们的逃亡就会有麻烦 最后卡斯尔下定决心 还是先顾眼前的麻烦要紧 他把狗引到了地窖里 然后开枪打死了他 在逃亡的路上 卡斯尔告诉书店老板 自己并不是共产主义的信徒 他过去也曾义正言辞地告诉 苏联共产党 尽管自己帮他们传递了一些 经济类的情报 但他永远不会成为 共产主义者 但命运的荒诞 有时候就在这里 卡斯尔越在口头上 撇清和共产主义的关系 他就和共产主义 捆绑得越紧 而现在 他正想方设法 奔向冷战时期 共产主义的心脏区域 莫斯科 经过一番费力的乔装改办 卡斯尔先飞到了巴黎 然后才转机飞到莫斯科 暂时在一处公寓里安顿下来 他从未想过到莫斯科生活 面对全新的生活 他有些手足无措 每天只是找一些英文书读 然后抽空学一点俄语 时间一长 他渐渐感到有些气氛 苏联方面曾承诺 会很快把他的妻子孩子都接过来 让卡斯尔一家在莫斯科团聚 但是苏联人并没有实践诺言 苏联方面给出的解释是 问题卡在孩子身上了 孩子没有护照 苏联人的运输途径 他都用不了 而且英国情报部门 对他们母子监控得很严 适用非法途径也不现实 在交谈中卡斯尔还绝望地获知了另一个真相 原来英国情报部门出现内鬼的消息 是苏联人故意释放的 换句话说 这件事从根本上是苏联人出卖了卡斯尔 苏联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因也很简单 苏联和英国双方一直互派间谍 这些内鬼消息就是苏联人泄露给另一位英国间谍的 通过这件事 这位英国间谍就能取得上级的信任 但实际上他已经被苏联收买了 从此以后 苏联人相当于就控制了英国的情报源头 以后传回英国的就都是假消息了 整件事情就是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只可怜卡斯尔一直都是大国博弈的一枚弃子 不过事已至此 卡斯尔已经顾不上愤怒了 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他还指望苏联人再想想办法 把妻子从英国接出来呢 最起码他还能保留一份希望 一份一家人未来能团聚的希望 于是他只好继续服从苏联人的安排 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把瑞摩斯大叔计划彻底曝光 成为一名公开的吹哨人 这场新闻发布会声势浩大 英国人也能同步看到直播 其中卡斯尔的妈妈 也就是孩子的奶奶 也看到了这个新闻 老人家已经八十多岁了 看到电视机里的儿子麦国求荣 被记者簇拥着 他感到无比愤怒 大骂卡斯尔厚颜无耻 是一个叛徒 到了晚上七点 孩子已经睡觉 萨拉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他十分激动 因为电话那头 正是他心心念念的卡斯尔 他们相隔万里 但几乎同时告诉对方 我爱你 他们互闹思念 可惜没说几句 电话线路就被切断了 萨拉告诉卡斯尔 一定要保持希望 可是在随之而来的一片难以撕破的沉寂中 他意识到通往莫斯科的线路断绝了 这本书的故事就在这同未静的电话中戛然而止 格雷厄姆·格林被誉为二十世纪人类意识和焦虑最卓越的记录者 他的作品特别关注人类灵魂深处的挣扎与救赎 道德 道德与精神的斗争 这本人性的因素同样如此 在其中我们能看到卡斯尔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情感之间左右为难 也能看到亲情 爱情 友情带给他的力量与苦闷 他看中和卡森的友情 所以愿意帮助苏联共产党获取情报 可是苏联共产党并不信任他 不光派人监视他 还基于苏联的国家利益把他出卖了 他的母亲是他的至亲 可是母亲并不理解他的行为 还大骂他是国家的叛徒 唯一让卡斯尔感到欣慰和温暖的就是爱情 他所做的一切努力 某种意义上也都是为了爱情 但恰恰为此 他反而和萨拉被迫分离 就此天各一方 当然 卡斯尔也并非一无所得 他本着一个普通人朴素的良知 曝光了瑞摩斯大叔计划 从而挽救了无数非洲人的性命 并且也践行了和妻子的誓约 这样看他的确获得 并维护了一份至真至纯的爱情 也许这就是格林想要告诉我们的 在现代社会的法律政治道德的约束下 人们面临抉择时似乎有很多正确的依据 但是在每一项抉择背后 我们都不能忽略人性的因素 好 人性的因素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你有什么感想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